大家好 多人对战模式即将迎来全新地图高铁站 这张地图内部有着众多狭窄的走廊和房间 中心处存在着一个开放区域 而东侧站台外有着定期驶过的列车 以及一辆提供穿行两个站台之间通道的固定火车 熟悉掌握这些路径在这张地图中十分重要 在这张地图中共有西 中 东三条路线连接双方出生点 接下来就让我来带大家看看这三条路线都有什么特别之处吧 一 西侧路线 西侧路线与中部路线紧密相连 在西侧路线的上下两个路口都可以连通到中部路线 从中轴线能快速转点到中部路线的售票处 以及东侧的站台内 能够有效到达其他地区 西侧路线的后车室存在中间掩体分割战场 适合中近距离作战 居高临下压制点只有在后车室上方的广告排处 战士们可以从这里架枪压制从站台斜坡通道 以及铁轨步行桥过来的敌人 利用视野的优势优先看到敌人并进行攻击 二 中部路线 中部路线相对而言建筑物和掩体较少 主要围绕着两侧通道和大路这两条道路展开争夺 适宜中远距离作战 但由于和外部铁轨地势存在明显的高低差 处在中轴线位置的战士 要小心被敌人从外部通行桥狙击 本条道路中的战士们可以通过通道和中轴线 快速转移到东侧站台和轨道的交战地带 在本条道路中 争夺的重点是位于中间位置的售票处 战士们的窗户旁架枪 能够对轨道处跑来的敌人进行压制 平房内则既能通过窗户压制下方路线 也能依靠售票处不能被打穿的墙体进行掩护 是战略性比较重要的位置之一 三 东侧路线 东侧路线是整张地图中双方争夺的重点地带 但这里的地形最为复杂 站台上有一辆固定的列车 可以为战士们提供两个站台的穿行通道 除此之外 战士们可以跳跃在火车顶部到达通行桥 战士们可以通过在火车顶尖的跳跃来到通行桥 利用高度差进行出席不易的攻击 除了通行桥下方路线 还有一个重要的点位需要注意 固定的火车头处 可以从通行桥下方的缝隙瞄准控制室 这里是一个架枪的不错选择 战士们在这里除了面对敌方的攻击 还要小心每隔一分三十秒始入的一般列车 战士们若被列车撞到 则会被直接击杀 当听到近战音效响起时 各位玩家请尽快远离铁道 另外还需要注意列车闸门关闭时 也会击杀站在其上升路径上的战士们 在使用部署性质的道具时 也要注意列车来临的时间点 列车会摧毁行进路径上的所有道具 希望各位战士熟练掌握本章地图的测测 并请享受战斗的乐趣